小俊爱上了他的手机 他的名字叫Siri 今天是小俊带女朋友回家见父母的日子 这场跳脱世俗之外的人机恋 注定会经历一番坎坷 一家人其乐融融的在闲聊 爸妈以为小俊没对象 所以让他去相亲 小俊称带回了女朋友 并做了个大招 儿子要取一只来路不明的手机 跟哪个父母身上都没法接受 俊把主安输出打头阵 俊妈羞愧自责以退为进 哥哥搬出日本格斗叔叔进行恐吓 小俊的内心毫无波澜 骂我可以骂Siri不行 家庭伦理剧经典场面来了 俊妈大怒向儿媳泼水 不会打广告的综艺不是好电视剧 Siri还送了见面礼 给俊爸网购了护肝营养剂 给俊妈网购了更年期胶囊 大嫂的眼神很明显小搞事情 俊爸还是无法接受 愤怒起身 小俊在房间安慰女朋友不要伤心 感动的小俊决定和Siri一起面对生活 来看一只手机是如何拿下公公婆婆 顺利嫁给心爱的男人 首先去厨房 俊妈和大嫂正在和面 小俊带着Siri出现 俊妈选思也没法指望一只手机干活 去充电别碍事 原来震动模式可以和面 学到了 俊妈摸了摸面团 面团很劲道 于是夸了Siri一下 这让小俊很开心 决定带她去洗个澡 可怜的大嫂看着她俩秀恩爱 还得被婆婆吐槽揉面 像在玩泥吧 得到了俊妈的认可 接着去客厅 俊爸正在和哥哥下棋 Siri帮俊爸作弊赢了比赛 俊爸的关节延犯了 小俊说自己女朋友很会按摩 俊爸毫不怀疑 就让她把Siri放在膝盖 好家伙 再演下去 震动模式能治愈关节延 我都要信了 大嫂在一旁歪嘴斜眼 克制不住要搞事 然后她就把Siri偷了出来 当面对峙 你这些女朋友 能成为这家女孩 那些女孩 不是这样的 姚姚 姚姚 宅斗刚开始就被俊妈撞见 大嫂被俊妈训得脾气都没了 突然小俊闯入 说俊爸的心脏病犯了 这个手机成功和韩国男人结了婚 原因是她救了男人的老爸 俊爸倒在地上 大家全都慌作一团 小俊的手机女朋友Siri 已经叫了救护车 医院看了都落泪 有这手机 还要什么心脏出颤期 这个项目 我王多余投了 这项目我投了 俊爸从鬼门关出来后 原本被嫌弃的Siri 得到了全家的认可 这根本不是普通的手机 这简直就是 成了精的手机 这是一个韩国人 和手机举办的婚礼 我太愉快了 从此小俊和Siri过上了幸福的生活 所以这一队你们磕到了吗 这里是阿鱼说 记得点赞关注更多精彩视频 等着你